今天是6月11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10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三大指数全线绿盘 上的指数跌幅现在是一个点 那A股为什么会跌 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这个周末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大家非常无语 那就是IPO的重启 那这个新股发行重启 对整个市场可以说又形成了一个压制 在整个市场一片弱势的行情下 这个时候开启新股的这个上市 确实是让大家感到失望 感到绝望 那接下来的行情怎么走呢 盘中A股相关板块 尤其是一些群众板块 分化很严重 中市头银行处于一个撒跌的状态 尤其是银行这个跳水幅度 达了一个多点 但是作为金融行业的证券 却力是拉升 出现了一个上涨 有护盘的动作 那么到底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方向呢 哪里才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重点呢 比如说银行证券 银行跌了 我们能抄底吗 证券涨了 我们能追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 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别人去一波88支持一下 比如讲有你的点赞加转发 周末的利好确实多 但是一哥利空就把它改变了 对吧 你所谓的量化限制 所谓的ST板块 对吧 很多的出现什么 出现了一个摘帽的情况 但是事实证明 新股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新股重新重启的这个情况下 今天的A股明显的偏弱势的 对不对 目前整个指数跌幅在一个点上下 但是下跌的个股4000多家 你想想就知道了 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办 我在早盘还跟大家说过 在上周五出现一个十字星 按正常情况下 十字星它有两种种解读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直接反弹 一种是下行中进 但是在今天利空影响下 对这个新股的影响下 它出现了低开低者的行情 明显的大家的恐慌情绪又发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觉得大家没必有纠结 你要记住一个细节 A股调整 在调整地位总是比较高位也好 所以你在高位去追高的 你在低位就不敢下手吗 其实你的方向往往是做反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在低位去下手 在高位 尤其是前高压力位去选择减仓 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说马后炮 其实不是的 我强调了很多事强调很多回 当它涨拉伸到前高压力位的时候 我都是强调了该怎么办 要减仓要撤退要跑路 前高压力位这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要记住我说话 以后碰到这情况就明白了 拉到高位 拉到前高压力位的时候 我就减点仓 我就撤点退 我就落胎 没问题 当它跌回到前期跌点附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物局 可以考虑进场 可以考虑出进户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所以在操作方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细节 注意变化了 不要怕不要慌 节奏不要做法了 让你想想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割掉肉的 在这个位置割掉肉了 后期他足以出去反弹的话 出去拉伸的话又拉到前高附近 我想问一下你 你接还是不接 你追还是不追 那很多人就会被动了 所以在这种 比如说60厘均加附近 在这种位置 你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低吸的 如果你亏损不到的 你说跌破以后 我做个止损 可不可以 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不做止损的话 后期反弹也是有机会给你反 给你减仓的 给你出货的 只不过需要时间 看你怎么选 短线选手 你如果要做止损的需求 我觉得是吧 你可以考虑做止损 这个没毛病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么中长期在说 60厘均加线 现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支撑位 跌破了后面反弹 也会有机会爬上来 只不过爬上来的时候 你敢不敢于出手而已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从市场反应来看 我中午跟大家讲过 是吧 A股能不能起来 最关键的是两个核心 一个是中智头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大金融 那你看一下中智头 中智头的话 今天走势是明显的是 很弱的 低开低走 直接往下压 现在跌幅是1.4 对不对 那你看中智头往下一跌的话 那它是属于大全球方向了 它一跌的话 对整个行业 对整个市场 是不行的压制 很多个股就跟随下下跌 对不对 那中智头的下跌 对整个行业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因为中智头的话 它涉及的个股比较多 设计的行业也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各大行业的核心龙头 都属这一块的 明显的中智头今天也有一些上涨 但是是上涨的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些极个别的走势 所以我们看一下后排下跌的 可能你就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中原海控 中原海能这些下跌 这下跌有什么 大涨暴涨 还有什么 大家看下面的 游浮 还有这个旅业 中国中车 记得吧 尤其是中国中车 我跟大家重点讲过 在节前 它是上涨的 那么今天直接被打了 我要跟大家说过 这种是属于行业龙头 就是行业龙头 那么节前上涨的话 有护盘的动作 那节后 它会怎么走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跟大家在昨天讲过 有没有可能被资金给针对 做空 为什么 因为全球现在的 其他市场都很高 我们中国市场的话 相对是偏低的 但是明显的 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 这段时间在护盘 在拉升 把指数给带起来了 大盘指数到了3000点以上 但是我们的个股 很多小票都已经到了2635以下 所以原因是什么 原因我们的一些核心龙头 比如说中国中车 中国银行 中国石油 这些在上涨在护指数 那么这些核心资产拉起来以后 外围想要抄底 想要抄我们的核心资产 这个高位 他肯定不会接了 所以他就什么 把压我们的指数 把我们的这些核心资产给打下来 你要去抄底 刚好借着利空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 你一定要注意 当下的A股 其实就两个字 就是币高 你要记住 不管是银行还是中车头 你避开高位准没错 从市场反应来看 确实是这样子的 中车头的话 调整 那是不是机会 是机会 所以中车头有一些核心品种的话 位置比较低的 他调整的话 那就是给你送钱 我说送钱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不说别的 我们中国中车头里面 最核心的最有竞争力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是我们的大借鉴 是在全球最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大借鉴方向 很多板块个股的话 位置其实都不是很高的 如果他撒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给了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尤其是一些人机票 像中国铁建 中国建筑 中国交近 这些 你看 现在位置其实是不太高的 对不对 那么马马预示着这些调整 这些撒跌 这些急跌 那就是有些给你什么低位逢低布局的机会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当然一些一些小票的短期还是要注意 有一些回踩还是需被 还是需要注意的 有一些风险的好 那看银行 银行再跌了 也跌了1.38现在 那么银行也是低下低走 那么怎么理解银行的话 这个下跌我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银行是属于上涨的一个主力军 护盘的一个主力军 对不对 它的上涨给整个的指数给带起来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涨银行吗 对不对 那么银行今天暂时下跌 我在上面交易跟大家说过 银行板块的话 它属于调整 那么正常情况 二十三十是属于支撑位 虚实剩 那么破掉以后 我们正常情况下 是什么 要敢于及时撤退 然后回到六成线附近 回六成附近 那么这又是一个支撑位 有句话说的很明白 就是说下跌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你得做好防御上涨的时候 你得准备什么 你得准备损时撤退 很多人就是不理解 我记得在讲银行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讲得很清楚 你也许几天冲高回落 过不过去的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这种位置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会考虑减仓撤退的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对性了 这别人不是毛后破 这个是绝对前面讲过的 所以朋友买的操作 你也要注意 那么你在比如说你在二十年线飞市 二十年线飞市 我做低息的 那么低息的 对不对 那破交怎么办 其实你正常情况下 是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止损的 你止损的幅度绝对也不会太大 一到三个点 对吧 最多不错五个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做错了 你可以认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技术面是属于多头的进攻状态 银行并没有破位 对吧 那么他下次回到六十年线这对气门 再反弹再拉起来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有 而且还不少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以时间换周期 我就等它反弹再跑 只不过在你需要时间 那么时间的话 你能不能守得住 对不对 就是一个节奏 另外一个 我也前面强调了很多次 讲什么 就是银行板块 要什么 也是要避高就低 重点是在第一位的 没怎么涨的补涨票 对不对 那么一些没涨的补涨票 他的走势可能会更好 可能会更加稳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大涨过的票涨幅比较高的 就比较轻的去的 你像一些期间期 涨幅巨大的一些票 对吧 短期涨了几十个点的 他实际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他近期在高位的 他再注意一下 整体来说银行板块 相比起其他板块 它是比较什么比较稳的是属那种 多头的进攻状态 我觉得他只说是什么 涨的高的一个什么 涨的高的一个正常的回踩 这是大家说注意的 并没有说银行板块 现在就出现大幅度的撤退了 大幅度的出放量出货了 目前来说至少我没看到 大量自信出逃 好 除了银行之外 正点就是证券了 证券板块 你看出现拉伸的 现在涨幅是0.85 还在直线拉伸 这个早盘也是低点 我前面强劲了很多次 强劲了很多回 大盘能不能稳 大盘能不能上 那只有靠证券 而且我告诉大家 正确到了前期低点了 那么这前期低点 我们怎么办 只有一个字躺 所以你找准一些好的人期票 一些好的有重组预期的票 作为一个躺平就对了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说 哎呀你老师说高抛低心 早是说躺 那我不知道怎么躺 我不知道怎么选 其实好票 一些人期票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票的话 我在前面跟他讲过 如果大家找不太理解 我说大家不敢去什么 不敢去而已 大家看 在这种位置的话 你在躺平的话 他这里出现反弹反弹反弹 如果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不就获力了吗 你不就赚钱了吗 这结的这策略不就出了吗 就是 而且你看证券个股的话 大家看这里 对不对 他这里今天有多支票出现一栋 你看今天咒商证券 首创证券 红打证券 这些什么 不说别的 就是证券首创 还有方证这些票 其实都是有重途预期的 人气票 所以你盯着这些去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像首创的话 就他证券 今天是直接高开高者 这个是没法说 有利好加持 我们是吧 可能今天有人说 利好加持我不知道 对吧 好 这个可以避开 前期他是不是有预期 是不是有重途预期 好 那个是看首创 而且首创的话 我跟大家重点讲过 我说人气均旺的是他个品种 也跟大家说过 他是什么你看 他近期出明显的一度了 所以你敢于潜伏的话 这里拉上你是不是过例的 而不仅是首创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票 对不对 其实有充足预期的 都是值大注意和重视的 总之朋友记住一句话 金融板块 尤其是证券板块 杀的比较厉害 已经是在低位了 而且他前期是被一些资金给针对了 那随着银行 调整中处的调整 资金很有可能就是做一个高低切 其实已经给了大家是什么 给大家信号 只不过看你怎么选 对于A股当下的行情 整体来说是不太乐观的 但对有些行业来说 其实他已经给机会了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